有人在山下望高峰 有人在山頂看風景 同樣的財經話題 不同的視角和解讀 捕捉市場熱點 對話各路大咖 我是陳堅 在香港和你一起 解析當下 洞見未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第一會客室 我是陳堅 去塊鏈這三個字 對於大家眼球的吸引度 是越來越高了 很多的初創公司 目前正在雄心勃勃地 進行多方領域的 這樣的一個佈局 包括支付 交易 封控 智能投顧等等 中國央行對於 區塊鏈的重視程度 也在不斷地提高 應用也日趨成熟 可投資的標的在不斷地增加 區塊鏈是否真的能夠成為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驅動力呢 雖然有一些傳統投資人 不看好區塊鏈的投資前景 但是也有不少投行人 紛紛All-in區塊鏈 今天節目時間 我就為大家請到的是 前德意志銀行亞洲執行董事 智投鏈基金會聯席主席 王世斌博士 一起來聊聊 傳統投行人眼中的 區塊鏈投資契機和前景 王博士你好 陳姐你好 歡迎做科第一會客室 我知道你自己的履歷 也是非常的漂亮 是周曉川先生的博士生 那麼其實在國家也做過 相關的金融業的工作 然後又是一些在外資大行 我們也知道像德營 高盛都做過 那麼作為一個投資銀行人 你是怎麼會看好 區塊鏈的前景的呢 首先感謝陳台長 大概在十年前 我在國有銀行做外匯的交易員 那麼說了也巧 今年是2018年 正好是美國的金融危機 爆發的十周年 其實這個十年的履歷 大概可以看出 我本人的經歷和泄露歷程 那麼十年前大部分的金融市場的 交易技術集中在 比較大的一些美資的投資銀行身上 比如說像高盛 摩克斯丹利這樣 那麼十年間發生了美國的金融危機 歐債危機 人民幣的國際化 一直到今天 那麼其實這個中間發現 很多的資源配置和技術的轉移 發生了一些變化 那麼中資的企業 中資的金融機構也在走向了國際 那麼這個過程中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信任 其實你在外資銀行工作你會發現 有一個很常見的問題就是說 對客戶的信任程度 直接決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 那麼甚至在今天 一個外資銀行對一個新開客戶的 這個KYC工作 可以最長可以達到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信任問題 那麼在傳統的金融行業裡 其實要想進一步的創新迭代 那麼迭代的其實本身是交易的速度 它其實無法更改原來機構本身的交易框架 那麼直到我們認識了區塊鏈 當然我本身不是一個做技術出身的 區塊鏈更多給了我一個 思考問題的一個方式 那麼我覺得區塊鏈本身具有 不可創改分佈式基障的特徵 那麼其實給了我們一個 可以重新思考 是否可以用新的方法 來改造傳統行業的這麼一個思路 其實這是我所看重的 至於現在區塊鏈行業 有很多不同的切入點 那麼可以我們再來商榷 但是區塊鏈本身 對於行業的這種創新 這種迭代 這種高效的功能是不可置疑的 你看剛才你就說到 作為是周小川先生的門徒 又是在國家外匯系統也做過 那麼所以其實對國家政策 是非常了解的 那麼又看到大行發展 外資大行它有它的投資的規律 因為它的經驗比我們豐富很多 但是08年的金融危機照樣地發生 所以區塊鏈技術 我們也知道是在這個之後 要解決這個信任問題 而誕生的一個技術 那麼其實你看到 有些投行人是像你這樣就覺得說 這個技術可能要改變我們 以前出現的一個問題 去避免這種信任危機的問題 但是也有的說 這個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未必能夠落地 包括巴菲特剛剛股東大會 它還是對於比如說跟它相關聯的 數字貨幣它不看好等等 那麼其實你覺得 怎麼樣使得我們在這個投資領域當中 能夠在一個新的技術出現之後 其實推動者這個資本很重要的 是什麼樣的人去推動一個技術發展 非常重要 那麼怎麼樣能夠讓區塊鏈 這種大家所嚮往的 理想的這樣的一個技術的模式 能夠落地呢 區塊鏈行業是我從業大概十多年看過的 更替速度最快 參與人數比較多 而且整個行業每天在日新月異 發展很快的這麼一個 從來沒有一個技術革新像這樣 但是也正因為是這樣 我相信大家對區塊鏈行業不同的質疑 我覺得有兩點 第一點是對於區塊鏈這個行業 不同的定義 到底你是定義一個狹義的區塊鏈技術 還是廣義的區塊鏈生態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只是定義一個狹義的區塊鏈技術 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分布式基障 這些技術的話 我覺得技術本身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包括中國在內 包括世界上很多國家 都在研究區塊鏈如何應用到 實際的場景當中 包括金融 包括消費 包括解決互相信任的這些問題 但是區塊鏈本身作為一個技術 它一定會有它的生態 那麼生態也是我們所瞭解的 比如說ICO 比如說區塊鏈的投資 區塊鏈資產的銷售 那麼這些 確實現在存在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就像互聯網行業 剛剛興起一樣 用概念去代替經營 那麼必然產生一些欺詐 一些比如說傳銷 那麼這樣的事情 包括一些非法的機制 我覺得這些是任何一個 健康的經濟體都不可以去容忍的 當然一個項目 只要它有這個財富效應 一定會有資本去追逐 那麼會產生一定的泡沫 那麼這個我們可以兩方面來看 一方面代表這個項目本身具有前景 大家對它有預期 另外一方面也給監管帶來了一定壓力 所以說回到您剛才所說的問題 我仍然認為無論是國家還是民間 對區塊鏈投資應該更加 特重於區塊鏈的應用和區塊鏈的技術 而不要把它區塊鏈純粹當成一個集資 或者是一個融資的工具 那這樣的話完全違背了區塊鏈 本身技術的初衷了 你看對技術其實我相信很多人嚮往的 對於你這樣的一個專業的投資人來說 其實你也會看到這個技術會帶來一些革命 對不對 但是老實說任何技術沒有資金 資本的去推動的話 助燃的話它也發展不了 對不對 可能它就在萌芽當中就消失了 那麼你看這個資本的介入又跟其他不一樣 假設我們在區塊鏈投資當中 它不是有走那個傳統IPO的方式 它可能是一個ICO的方式 對不對 不是一個股權的一個投資 而是說是一個參與 對產品的認同或者使用權 變成在這樣一個數字交易所裡面 去可以產生這個投資價值 但是你覺得就是為什麼這個區塊鏈 現在我們一說到這個區塊鏈 吸引那麼多人 那麼尤其是一些年輕人 我會算法 我會在這個寫程序 好像我一下子就能變現了 其實你看有的時候 比如說科學家要耕耘一輩子 也未必成一個家 但是你覺得它這個受到資本也好 或者受到這樣的一個市場上 推崇的最關鍵點在哪裡呢 我覺得您這個問題可能要具體到 區塊鏈本身的它的特質了 當我們探討區塊鏈的時候 一個理性的探討 經常會有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說區塊鏈到底需不需要Token 也就是我們經常翻譯的令牌 或者叫通證 但我覺得最熟的一種翻譯 這個叫幣 對吧 如果翻譯成幣的話 大家會聯想到和法幣 是否有一定的關係 那麼區塊鏈到底是否需要Token 這個我們可以商榷 一般來說Token和區塊鏈的技術 本身是密不可分的 因為區塊鏈需要廣方的人去參與 那麼需要一個價值承載的工具 那麼Token的本質是一個權益的一個代表 一個單位載體 那麼有了這個Token 那麼價值才可以在整個鏈上 甚至到鏈外去傳遞 所以這是為什麼大家通常所說 是幣和鏈是不分家的 那麼有了Token 那自然有了您剛才所說的 市場上交易的價值 所以產生了後來IPO的這一套邏輯 對吧 這是跟區塊鏈技術相關的 但不是說 當我們探討是否需要Token的時候 其實這個本身是研究區塊鏈生態的 一個效率問題 但是很多人現在把Token 放到二級市場去交易 這個給了人很多炒作的空間 那麼這個確實是區塊鏈技術 所帶來的一些相對 不能叫不好吧 就是說它所帶來一些衍生的 一些問題 那包括現在Token交易的交易所 本身也都是不規範的 那麼交易所的規則 也都是各個都不同的 所以這樣的話 對於很多的初期投資者來說 無所適從 因為它不像證券交易所 那麼它規則是恆定的 這是區塊鏈技術本身帶來 我也相信 隨著區塊鏈技術的發展 隨著國家隊的介入 那麼包括交易規則 也一定會統一起來 那這樣的話 大家投資有了一個準則 這樣的話大家會更加理性 你的分析已經是很透徹 我就在想 今天我們坐在香港 我們面向全球 在考慮這個新興的這個產業 或者是一個新興的投資契機 怎麼把握 其實每個國家的這個政策 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麼對技術肯定這點 我相信是無庸置疑的 只是說它衍生出來的東西 我相信在其他的金融工具當中 也會出現這個弊盾 對 那麼怎麼樣能夠把一個好的技術 能夠推動它走上一個 健康發展的之路 而且實現你最初的 對它的一個看法 就是說它是個好的技術 能夠把我們金融當中 以前出現的一個信任危機 能夠解除 就靠它技術能夠解除 那我相信我們可能會避免 下一次的金融危機的爆發 能不能從這個角度來看 對 像您所說的這個區塊鏈的技術 其實說到底最重要的 不能舊的技術本身講技術 還是要看技術最後能應用到 應用到實際的場景來做 從我的理解來看 區塊鏈的技術本身特徵來看 它的應用場景必須滿足 這麼幾個條件 第一個需要大數據的支持 需要海量的數據 第二個在這個行業中 有很多的用戶和參與者 那麼用戶和參與者 願意去為這個生態 做出一定監管的責任 而且是利益相關 第三個這個生態裡必須 它的規則相對來說 是比較恆定的 那如果按照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其實首當其衝的 當然是金融行業 符合我剛才所說的 其實我覺得比如說共享經濟 比如說現在一些信息化比較高的 比如說線上的遊戲 線上的遊戲或者是商城 包括我們大消費領域的產品的溯源 這都是區塊鏈技術能夠實現應用的 但是現在我們確實看到很多的項目 區塊鏈的項目 無論是國外的還是國內的 它本身它的項目 要麼是項目的技術 無法支撐它項目本身的場景和預期 要不然就是它的場景和預期 過於宏大 完全飄在天上 那麼技術很可能會實現 但需要比較漫長的時間 這兩類我覺得都不應該是鼓勵的 而是應該確實把區塊鏈技術 能夠腳踏實地地應用到 你可以解決實際問題 其實去年我們看到一個情況就是 因為本身我是做金融行業的 對 國內的招商銀行 我認為是國內科技化水平 走得比較好的一家商銀行 那麼其實去年2017年 招商銀行已經宣佈 總行和海外的六家分支機構 用區塊鏈技術實現了跨境的支付 因為支付領域是區塊鏈應用 比較好的一個切入口 因為過去我們看到銀行的轉帳 特別是跨國銀行的轉帳 是 要幾家銀行 是個比較慢的過程 四家銀行 四家銀行 特別是跨州的話 那中間的ABCD銀行 其實為什麼要有ABCD 其實解決的是信任問題 因為需要一個中介的機構 大家所認可的中介機構來背書 那麼這裡有管理成本 有信任的成本 都在裡面 那麼可能從中國轉一筆帳 到美國需要48小時左右 但是如果用區塊鏈技術 那可能會縮得很多 那麼事實上國內 您剛才問到 國內有哪些銀行 在鋪設這樣的基礎設施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 支付領域有這樣的 當然支付領域的 區塊鏈的技術的運用 有好處也有壞處 它本身支付的便捷性 和讓資金的監管 提出更高的要求 是 是 對吧 這是另外一個 所帶來的影響 你自己覺得 因為我知道你也看好 智能投顧這方面的領域 為什麼 休息一會兒稍後再聊 歡迎回到第一會客室 我是陳堅 在今天節目時間裡 我們繼續探討的就是說 作為一個傳統的投行人 他是怎麼看我們的這個 區塊鏈的投資契機的 請到的是前德意志銀行 亞洲執行董事 智頭鏈基金會聯席主席 王世斌博士 再次歡迎您 王博士 陳堅 你好 剛剛我覺得 就是跟你的這個談話當中 讓我就是認識不同緯度 大家對於區塊鏈的認識 技術本身是好 我們其實可以不說 另外它的應用場景 可能我們的想像空間很大 但是落地 可能還需要你來跟我們解讀 另外就是說這個行業 我自己覺得 就像吃螃蟹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你怎麼會這個螃蟹吃了以後 不中毒 可能對政策的把握 你在哪個國度 你在什麼樣的制度底下 這都非常的重要 其實我知道你也看好 智能投顧這個領域 其實智能投顧是一個 什麼樣的概念 謝謝陳建 其實在金融行業有很多的細分 那麼資產管理行業呢 相對來說是區分於我們傳統的 比如說銀行信託 那麼投顧呢 我不知道陳建 您有沒有自己做過一些投資 投資 比較傳統的 比較傳統的 股票也有一些吧 對 那麼投資相對來說 在過去的傳統行業裡 傳統經濟裡 是一個門檻相對比較高的 當然每個人都可以去買股票 無非是他的業績好與不好 對 那麼就有一個行業呢 就說來指導 給您提出一些建議 那麼這個位置 這個角色大概就叫投資顧問 投資顧問 投資顧問 那麼智能投顧是什麼呢 其實在學這個行為金融理論的時候 經常可以看到 人往往投資本身是個很反人性的東西 那麼會有恐懼 會有貪瀾 有人開玩笑說 中國股市是個大賭場 是 這些可以商榷 但是確實投資是一個 考驗人性的地方 考驗人性的地方 即便你有很豐富的金融理論做支撐 但它需要很多的實操的技巧 它既是一個技術性的事情 也是個理論性的事情 對吧 那這樣的話就衍生出來 我們談到的智能投顧 那麼智能投顧 簡而言之就是用科學的方法 用數學的方法 或者用統計學的方法 通過一些金融建模量化的方式 來去除掉 我們個人所擁有的這些貪瀾 完全用機器的方式 來對資產進行配置 給您提出一些相對來說 比較科學 比較好的建議 那麼這就是智能投顧 本身這是一個很大的概念 很大概念會衍生出很多不同的 機器學習 量化 衍生交易 這樣不同的概念 這是智能投顧本身的出發點 關於區塊鏈技術如何應用於金融 包括我們提到了支付 提到了資產管理 提到了甚至說區塊鏈可以用到 比如保險行業的一些合保 那麼如果我們細化到資產管理行業 我們是否可以設想 用區塊鏈這種分佈式的進展方法 形成一個資產管理的平台 對 讓比如說諸如您這樣的需求 可以不再拘泥於一家 甚至十家以內的資產管理功能 讓您有一個篩選 是 全球也都可以 全球也都可以 這樣的話其實是把整個資產管理行業 去打散 這其實為什麼不可以是這樣呢 這其實是區塊鏈這個精神 在金融領域的 我覺得可以是另外一個嘗試 事實上我跟我的同事 也在做相關的事情 如果有一定的成果 我再向您來介紹 就比如說到區塊鏈這個理念 就是說大家需要它 運用它是很多的 那麼當然也是有一些 兩邊不同的辯論在裡面 如果是保守的人就會覺得說 這個區塊鏈的東西好像是遊戲 不是投資 包括巴菲特最近還在說 說可能是遊戲 它不是這個投資 那麼但是對我們來說的話 尤其是我們在支付方面也好 什麼樣無現金化 已經是很長時間了 對不對 我們出門現在都幾乎不用 帶現金的情況底下 那麼在未來你覺得這個區塊鏈 或者是跟它相關的這個產業生態 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才能夠達到你進入時候的 這樣的一個預期 就是你投入這個行業的 想看到的這個場景 對 這幾天巴菲特在這個大會上的一個 巴菲特和麥芒兩個老前輩 對 在這個會議上的一些 關於數字貨幣的言論 確實大家傳送度比較高 那確實傳統的投資領域 如果看區塊鏈行業 特別是如果載化到 只是說虛擬貨幣的投資來說 確實是很難理解的 包括一年前的我 其實也很難理解這個行業 但是你確實看到 在美國其實有很多年輕人 把是否持有幣 就是Token 當成老人和年輕人 一個區分 老人和年輕人的一種區分 而且這種反權威性 人人參與其中 這種事情對於年輕人來 覺得太給力了 對吧 這也是從另外一個 從情感的角度 區塊鏈行業 為什麼比較火爆的一個原因 對 您剛才說到 確實現在是在質疑和發展中並行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講 也不要過分地悲觀 和任何一個過去以往技術的更新 都是一樣的 比如說95年的時候 那麼我們看到互聯網 進行了第一次快速的擴張 後來又陷入了泡沫 對 很多大的企業 甚至是投資人 最後落得血本烏龜 對 那麼好幾年 美國的高科技行業 才包括跟科技行業相關的 一些電信製造行業 寒冬才慢慢恢復過來 那個時候說上市的包括eBay 雅虎 當時本身都是初創企業 但是度過了那個周期 它一定是最後成長 像今天我們看到的樣子 所以說一個好的技術 一個好的項目 一定是可以要經歷 穿越牛市和熊市的 我們所說的穿越牛熊 對 要經受市場的考驗的 是 那麼為什麼說區塊鏈行業 我們給它的預期會更大呢 那是因為在 剛才我們提到了AI 其實就算是AEI這種 過去兩三年被投資領域認為是 大賽道的這樣一個投資機會 事實上我們看到 它並不是一個改變實質的 這麼一個投資領域 因為AEI本身是最重要的是數據 那麼像BAT這樣的互聯網巨頭 掌握了海量的數據 所以你一定算法 一定沒有它精準 所以說你從事一個人工智能 AEI的企業 最後可能最好的結局 就是被BAT收購 對 那麼這樣的話 其實又回到傳統的模式當中 是 只有區塊鏈的 類似區塊鏈這種技術的企業 它真正是在成立之初 就集技術社區於一身 那這個東西看起來 太不可想像了 而且對於一個初創企業來說 通過Token的交流 其實就有了一個上市企業的 這樣一個狀態 去經受市場的一些質疑去考驗 那我相信通過這樣的質疑 大浪逃殺 刀根火種之後 那麼這樣的環境成長出來的企業 一旦成長出來 就一定是可以跟現在的互聯網巨頭 去進行抗爭的 對 從這個角度 我確實對區塊鏈的相關企業 還是抱有很大的樂觀的態度 因為你在我們國家最高金融機構也做過 但你覺得對於這樣的一個新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從央行的現在一些態度也好 其實他們對區塊鏈的研究 從來沒有放慢過 當然 只是一個政策的尺度 你覺得在什麼樣的一個氣候底下 中國在這方面 能夠在世界的舞台上能夠領先呢 您這個問題太大了 有可能嗎 你覺得這個 我覺得有可能 中國無論在科技領域 無論在區塊鏈這個子領域 還有其他領域 我都是信心滿滿 人才多 人才多 一定會在世界的這個競爭跑道上 有一席之地 甚至拔得頭籌 這個我毫不懷疑 那麼區塊鏈的領域呢 就是因為它本身是個跨國界的 跨國界的技術 那麼呢 包括我所知道的央行在內 包括國家的一些科研機構 監管機構 都在進行相關的佈局和研究 我相信隨著研究的思路的清晰 那麼一些相關的鼓勵政策 一些支持政策也會出來 也會出來 特別是關於區塊鏈技術的開發 輸出 以及對 從國家隊的角度 對區塊鏈應用到 我剛才所提到的一些領域內 我相信一定會有一些 好的標準出來 甚至跨國境 我覺得可以從最先從 比如說剛才我們說到金融機構 可以從金融機構的角度 成立一個國際性的聯盟 來提出區塊鏈技術的一些 實施的標準 對市場有個指導 我覺得這些東西 絲毫不對區塊鏈技術是個利空 完全是個利好 對 所以這個聯盟的概念 也是符合這個區塊鏈的邏輯 當然 謝謝王博士 當然 謝謝 謝謝